HELLO,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今次的行山片跟平時有少少不一樣 好像我以前走來走去都沒有去過自然教育鏡 所以今天就去大埔寮自然教育鏡 即是四色鏡走一走 進來斜路會有兩邊走 因為我要去四色鏡那邊 所以我會直接由這邊斜路上去 要過來這邊其實是很方便的 我的方法是由太和波車站下面的巴士中站 直接乘72號巴士 在松仔園的站落車 走前一點,過對面馬路就會看到整個牌子 即是大埔寮自然教育鏡,那邊斜路直上就是 另外這條路徑在這個時間應該會看到紅葉 另外會看到一些巨騰的食物 因為我原本想去茅屏看騰王 但茅屏又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就決定來一個近一點 沿入口走大約10至15分鐘左右 正式就會到我們的起點 其實起點和終點都是同一個位置 這邊就是起點 這邊就是終點 四色路分別是紅藍飛黃 我今天就決定走紅藍路 I know that said I love you XO And all my friends they begging me Making bids on mom's fresh cookies And I quit playing ball at age 15 在入口走到大約5分鐘左右 這裡會有幾顆紅葉可以讓大家慢慢拍照 我可以說我只在這個位置拍照 我已經拍了半個鐘頭 進來後感覺好像去了幽靈公主裡的深藍 好了 之後前面會有兩個分叉口在這裡 一邊就上去紅黃藍飛路那邊 如果我們是走四色景的話 就沿著這裡上去 前面前面已經是第一個休息點 這裏應該是巨藍的位置 因為這裡已經有少少藍子出來了 看看吧 可能在上面這個位置 我上去看看 在前面 在那個位置 這裏是藍王藍後的分枝出來了 等一下 如果要找藍王藍後的分枝出來了 應該是這邊進去 即是這裏可以走上去 我看看是否找到 我記得當時有人說要靠右走 即是這一邊 我看看是否這一邊 對了 這裏 但進來這個位置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它本身有個牌子才是齒路不同 而且這裏的位置比較窄一點 所以走的時間 我盡量慢慢走 小心一點 好 我要進去 跟著 連這些路走過去 前面這個位置 前面這個位置 再走前多一點 應該就是了 因為記得 當時說 這裡會有一棵 八爪型的樹 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跟著靠右走 我記得是這樣走過去 是這裡了 好 這一條 就是我所說 這個位置的藤和 先找個靈位 先找個靈位 因為這裡 看出去 這個位置 是很細愛逃園的感覺 我拍張靈相親 好 完成 所以如果走這條路 有時間的 記得進來看一看這個位置 是進來比較辛苦 但值得一看的 這裡 來到前面 這裡就有紅路和藍路 就要分開走 既然我今天的目的 我都答應了 就要看騰羅和紅路 所以我這次會以紅路 作為我的最終路線 距離終點 應該已經走一半路程左右 應該多走一半小時左右 便可以走完所有路線 原來不是 我只是走大約三分之一 我由起點開始計時 到我走完整條路 大約用了三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中間用了很多時間 拍片映像 所以用的時間 應該會比大家用得多些 正常這條路應該 兩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左右 便可以走完 雖然說紅路中間 尾段也要常落斜 但也完全是大上大 所以很適合 真是一家大小過來 就算家裡有小朋友 大約六、七歲也好 都可以過來試試走 因為山路不算太多 多數都是水來路 所以走起來 都相當舒服 而且雪櫃都比較多 太大太陽 都沒問題 好了 我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走到氣喘 拜拜 下次出來 我們下次見 這位